好 社主播为您锁定杭州亚运的最新消息 来关心到在举重赛场 女子55公斤级 可以看到我国好手 这个可以看到这是陈冠霖 非常有机会 本来被预测是很有机会可以拿到奖牌的 但是今天遭遇到了强烈的挑战 最后成绩是第四名做收 我们来听听稍早之前 选手跟教练的访问 闷了很久 就是从 知道教练不能到后台的时候 就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教练是就是从我 还没有很有成绩的时候 带我带到现在 两位教练都是 其实他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安全感 因为从以前训练 就是我跟他的教练两个人一起训练他 然后这样比赛因为我没有在后场 帮他后助 他自己也说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对 然后 这样子会让他就是在比赛当中就是没有安全感 好可以看到最后是脚出总成绩198公斤排在第四名 那可以看到其实选手在送访的时候也有提到 其实教练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因为这场比赛教练是在看台席来帮他加油 所以没办法第一时间给他稳定感跟陪伴 最后又遇到了韩国 就是北韩的强力挑战 可以看到甚至还有一位韩国选手 北韩选手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在抓取这个部分 所以最后是以第四名做收 很可惜没办法拿到奖牌 不过也订定了未来的后面的几场目标 也希望能够继续努力继续的把自己的记忆提升到最好的境界 以上TVS新闻在杭州的连线报道将镜头还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